世界卫生组织预计从2020年1月1号到2021年12月31号 和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全球超额死亡人数超过1490万人 那在这期间上报世卫组织的死亡病例是540万 那这也意味着实际数字是多了950万 或者是上报数字的三倍 超额死亡是指全球实际发生的死亡人数 与基于大流行未发生年份估算得到的正常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包括疫情直接导致的死亡和因为大流行 对卫生系统和社会影响等等导致的间接相关死亡 交通事故和工伤等导致的死亡相对减少 也被计算在内 报告强调超额死亡率较高的国家 主要集中在美洲欧洲和东南亚地区 其中美国是超额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而中国属于超额死亡率比较低的国家 老年人在新冠肺炎疫情当中的死亡人数是最高的 尽管说目前因为Omicron变种病毒的强势传播 让疫情看起来死亡和重症几率好像有放缓的趋势 看起来好像没有以前那么严重 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也呼吁各国 要继续保持对新冠病毒的监测 不能够视若无睹 新冠病毒不会因为各国停止追踪而突然消失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昨天在记者会上提醒世界各国 虽然全球新冠病例和死亡病例都呈下降趋势 但在Omicron变种病毒的推动下 非洲和美洲的确诊病例近期有所增加 尽管还不清楚新变种病毒是否会带来更严重的疾病 但谭德塞说疫苗还是最佳的防治方式 至于欧洲药品管理局 疫苗政策主任卡瓦列里则是强调 虽然欧洲国家目前的新冠肺炎局势稳定 不过全球感染新冠肺炎的人依然很多 距离要结束新冠大流行还很遥远 民众不应该掉以轻心 这次疫情是远远远 COVID-19会继续影响我们的生命 我们必须保持着警察 我们必须保持着预备 预备的新冠肺炎 并且有可能逐温的疫情 COVID-19的疫情在将冠军 我们必须保持着预备 感谢观看